韓國瑜他從10月24到現在 當選兩個月了 他們也沒有見面 本來也號稱說 他們有個愛河之約 也沒有發生 1月27 也沒有發生 即將到了 但我覺得當然一方面 可疑會緊張 會緊張 但他看這個民調就不會緊張 這民調是很好 照相緊張 他怕韓國瑜會倒向 當然我開頭 你叫韓國瑜會倒向 你的意思是說 韓國瑜現在支持柯文哲 他不要 他支持跟不支持是兩個極端 他佔中立就好 韓國瑜可以佔中立 柯文哲人講的 你不是說你要他臭罵一段 他可以 你再講一次說你要臭罵 他就不敢了 他如果佔科 你再講一次 他佔科給我們就臭罵 好 是不是這樣 但是我還是回到丙虎這邊 你要知道你旁邊做的都是柯黑 你真的要小心 我可以換位置嗎 我到邊邊去 因為丙虎他大概兩三個禮拜前 去年底 去年底就開始在邀韓市長 這是確定的 韓市長的確形成也很多 丙虎也知道 其實本來幾幾乎都要逞了 然後後來因為有別的事情 又卡住 市長有承諾說要上來 市長是真的上來 我覺得倒是不要把 市長去幫丙虎站台跟柯文哲 把它變成有絕對的關係 我覺得倒是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 今天柯文哲他很簡單 我已經講過 柯文哲跟綠 他在2020是絕對不會合的 沒有任何合的意義跟必要 尤其當這個民調出來了 如果民進黨交戰犯給他呢 民進黨交哪個戰犯給他 我怎麼知道民進黨 他交哪個戰犯給他 盡管買賣那個 今天他是已經絕對優勢的領先了 今天是民進黨怎麼跟他談 他不一定要接受 我覺得今天要緊張反而是國民黨 國民黨在九合一之後 我不曉得我們指責 他在Cue就承不承認 九合一之後照理講 國民黨拿15個縣市 應該是一片光明 前途一片看 還氣勢大正 依照過去這種地方選舉 在中央選舉 從來沒有一個例子 地方選舉大勝的政黨 總統沒有當選 從來沒有這個例子 目前沒有 我寫過文章 這叫期中考魔咒 對啊 在期中考輸的 期末考一定輸 沒有錯 謝市長選舉選輸的 總統都選不上 從總統民選開始到現在 2020也是這樣 但是看這個民調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內部 2018柯文哲也沒有輸 所以他也不算是輸的 會繼續輸 但是至少國民黨 應該support是要當選總統的 依照過去的理論來講 所以我才講說 現在反而是藍軍的人 要開始要緊張 所以現在問題還是出在 國民黨的高層 或者這四個打麻將的 他們怎麼樣繼續 這個牌怎麼繼續打下去 我覺得這是藍軍選民 這我們自己在基層 可是不是偏聽牌的人拿出來 做民調都輸給柯文哲了嗎 還有個變數沒有在裡面 就韓國瑜 講得太好了 韓國瑜的變數還沒有出來 所以韓國瑜韓市長 他到底到最後會不會 會不會到底當了候選人 我覺得這個不能講死 講死 不能講死 講死 講死要不要賭 我現在可以賭 不是 老朋友還這麼久 我講得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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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補充姐 好啦 國民黨請回 請他們要代表 請回應 邵廷議員剛剛講的那個事情 就是說好像這個 憲市長我們選得不錯 為什麼現在氣勢好像沒有 其實我自己的觀察是這樣子 我覺得如果你去比較 前幾屆總統的選舉 我覺得國民黨坦白講 我覺得沒有過去的 比如說像馬英九這樣的 超級政治明星 韓國瑜還不夠 超級政治明星 扣除韓國瑜 我說現在被給民要權的 真實話 在08年的時候 比如說大概在07年的時候 指責你現在得罪很多人 不是 我說的是實話 你還想要得到黨部分嗎 都不是政治明星 四個都比你大 不是 我們再回顧 大長官 年輕人就是敢執意 高級黨工不能講這種話 先讓指責講完 不是 你回顧2007年的時候 比如說馬英九還沒有 比如說08年 他選總統的時候 07年的時候 大家大概知道大勢底定 你在回顧16年的時候 蔡英文 當然她是第二次選舉 她還沒選上之前 感覺那個大勢也底定 不管你從民調來看什麼 就是說當時就是超級的政治明星 感覺整個局勢就是這樣 的確這一次的2020的選舉 的確我覺得目前沒有那一種 過去那種很大小的 大小的條子 對 真實在話 你從各種民調看 都是如此 誰是條 你知道 你又完了 我要養選 所以待會兒還會回中央黨部上班 我直接在這裡上班 他偷渡 偷渡條 所以我就回應剛剛宋玲講的 我覺得不是說現在氣勢不好 而是沒有那一種超級大太陽 當然韓國瑜會不會是 如果他參選 maybe是 可是他選不選 那又是另外一個議題的 但是我覺得 我再回應一下就是說 可是你如果從 最近的民調來看 政黨的民調 事實上國民黨的政黨的民調 已經超越 對 你超越民進黨的 就說那有起來 但是那個上來的幅度不是那種 對 不是那種大幅的 這個本來就是我們應該 要繼續努力 不管是誰代表國民黨的初大選 都是要努力的 有空間 如果我們沒有 你的分析不好 我跟你講 16%雖然不多 但是那個不是關鍵 關鍵在哪裡 有柯文哲因素 還有你們 這個很多人你看 藍的綠的都有一部分 跑去給柯文哲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 你們都沒有拿到 中間選民的票 每一次的選舉 誰拿到中間選民的多數 那個人就當選了 所以是不是超級政治明星 才會拿到中間選民的票 關鍵在韓國瑜 不是 我跟你講 這個跟超級 你這個人超級明星 紅不紅沒有關係 你們沒有一種 讓人家感動的政策 道老 韓國瑜可以拿到中間選民 我這邊談一下 我覺得我要站在超黨派 沒有柯黑的立場 因為我們是柯黑的一個立場來看 我覺得第一個 對於韓國瑜的那個三天 當台北市政府的有幾次顧問 韓國瑜自己說的 結果他不想給長官添麻煩 因為也就是說 當另外民進黨的一個大潮流 再繼續追殺他的時候 第三天他說 他不想給長官 當那個帶來麻煩 所以他辭掉 堅持 這是韓國瑜有親自回運的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在評論 有關於丁守中 在台北市市長的落選 跟韓國瑜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我還是要提醒 就是說我不太同意 就是把丁守中的落選 一直跟韓國瑜 沒有到台北來幫他的助選 把他掛在一起 我覺得講了久而久之 就好像變成丁守中的落選 是韓國瑜的責任 我覺得這樣子是不客觀 也不恰當 那是你的結論 沒有人做這種結論 有 因為剛剛一直 臨門一角 可有的 為什麼沒有 一直在講臨門一角 講到最後的時候 就變成丁守中的落選 就是來自於韓國瑜 沒有到台北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講 講去對韓國瑜是不公平的 第三個我認為 韓國瑜不可能跟柯文哲搭配 沒有柯文哲搭配的可能 我覺得可能性實在是太低的 第一個 高雄市市長 是一個有實權的市長 他可以有很多的理念可以施政 中華民國的副總統是一個沒有 虛偽 是虛偽的 沒有什麼用的 就擺在那個地方等總統死 他總統又不會死 的情形下的時候 那個副總統擺在那個地方 真的是沒有用 所以對韓國瑜來說的話 他寧可當高雄市的市長 怎麼可能會去當一個 沒什麼老用的 副總統 除非這個副總統已經是 這個總統已經是第二任了 然後他當他的副總統 準備要把權力交給他 那權力再培養 這個副總統來軍事 下一屆的總統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那怎麼可能 你那講的好像是蔡英文 對賴清德的規劃 我覺得類似這樣 因為蔡英文已經是第二任了 他不可能再連任 這樣他可以全力去培養賴清德 賴清德還有機會 但是以柯文哲跟韓國瑜來講 柯文哲如果他選上才剛第一任 對於韓國瑜來講根本就不利 而且如果一旦選敗的話 他對高雄市市民沒辦法交代 所以怎麼算對韓國瑜都不利 就是一旦選敗反而更不利 還是阿貝承諾只做一屆 王金平有承諾 政治人的承諾都沒有什麼用 政治人的承諾從李登輝開始 就已經告訴我們都沒有用 因為李登輝說他只做一任 就要到山上去傳福音 也沒有去 他騙了上帝 對不對 他騙了上帝 他也騙了當時的這些政壇的 他的競爭對手 大家都好 就等你當一任 上帝也被騙 保安大帝也被騙 從此以後我們的政治人物 再也沒有信用可言 我如果談這個 丙甫他們的選舉裡面 我個人是認為 丙甫有 因為這次立委的選舉 他是很基層 他是很實力的 但是我特別留意在哪裡 就是說丙甫有他的基本票 就是基本盤 然後何志偉也有他的基本盤 我覺得兩個都有基本盤 陳思雨的基本盤 反正兵府也沒有 這個何志偉來得扎實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如果說陳思雨假設 如果說他當選的話 我覺得這個對柯文哲的意義 是很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現在是寒假 以柯文哲的支持度來講的話 支持者比較多的是中間選民 或者是年輕人 而他們現在在放寒假 而他能夠動員他們 回過來去投票給陳思雨 給這個丙甫跟給何志偉 他們有這麼深厚基本盤的 我覺得這個對於柯文哲來講的話 他這個戰力的展現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為什麼 動不動就去跑去跟 什麼東西都要拉得陳思雨在 就是因為他知道這一次的戰役 對柯文哲的意義 比對陳彬甫 比對何志偉的意義還要大 但是對於國民黨來講 對民進黨來講 何嘗不是如此 也就是說在這個選區裡面 怎麼可以因為一旦戰敗的話 很明顯的在2020年的情況 對國民黨跟民進黨 是相當的不利 會不會太嚴重 因為這個選區只要有4萬票 只要多4萬票就贏了 居然可以贏 票數我幫大家算一下 這是章魚區嗎 票數我幫大家算一下 事實上在 不好意思 市長這個 我剛剛留 市長的選舉 我不知道平復有沒有算過 柯文哲在補選的選區裡面 柯文哲是拿7萬6千票 第一高 丁守中是拿5萬8千票 姚文哲拿4萬1千票 換言之柯文哲 滿接近的 7萬 對 柯文哲在這一區 是本來有絕對的優勢 可是不要忘記 因為柯文哲的票 他很多都是空氣票 所以說相對在補選 需要組織的力量的時候 這個會削減 賴教授有說 寒假學生放寒假 都回選區裡頭去了 沒有 我是說 如果他能夠成功 催出這個挑一 但是恐怕會困難 當然 平復的優勢 當然是因為他在 低沉 對 他低沉 我們國民黨有黨的組織 我剛剛還問他說 我們現在黨的組織 要怎麼去把票吹出來 所以這變成關鍵 至於韓國瑜去 因為我自己有去 禮拜天事實上 他有個肇事場合 我有去 韓國瑜沒有去 我在台下 很多群眾就跟我講說 韓市長怎麼沒來 就有點失望了 沒想到隔兩天去了 我要說這個 我覺得丙甫這樣 贏了面子也贏了理智 叫他去 坦白講 那個象徵性的意義很重 但是實質的意義也很重 我舉一個指標 譬如說我有參加 丙甫群組 後援會的群組 禮拜天造勢完之後 沒什麼人發照片 結果韓國瑜那一天 禮拜那一天 一堆照片在裡面傳來傳去 你看吧 就是這樣子 對 反反 真的 我要是說 這個不是面子而已 它真的是有理智